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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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盡了壞事 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自食恶果 娘 我们走 把她给我杀了 是 慢着 布拉 玉玲是你亲生的骨肉 住口 我没这种女儿 我处心积虑的 想逃好了 她都不肯领情 我也死心了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要什么亲戚 把他们给我杀了 是 李府国 你绝对想不到 我这又臭又脏的和尚 居然命大死里逃生了吧 我告诉你 我今天回来就是要带走他们母女二人的 你走得了吗 试试看就知道 李府国 看你往哪里跑 李府国 爹 你快来看看娘 怎么 月灵 你娘子 娘中毒了 好 快扶她进去 我替她用功疗伤 好 報告 快扶她 就别跑了 娘娘娘娘娘沒事了爹 你叫都叫了 还怕我骂你 人家以为叫你爹 你会大发雷霆的 反正我也没女儿 我就凑合凑合 叫了你这个女儿了 娘 你的意思是不再怪我了 原来 其实在我掉下山椅来的那一瞬间 我满脑子想着你跟玉玲 那时候我真后悔 我说了一些刺伤你们的话 这也许是我命不该绝 在我摔下山椅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被一棵树挡住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伸手敏捷 所以我伸手矫健的就抓住了那棵树 才没摔死 看你多得意 刚开始我们遇运遭到不测 不晓得有多难过 我当然知道了 我还看见我的宝贝铃儿 替我披麻戴笑 焚烧明旨 而且铅儿 我还看到你 想要跟我一起殉情 爹 你那个时候就在附近 我如果不静观其变 怎么能在最重要的关头救了你们 对不对 其实 你是不是我的轻生骨肉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些年来 咱们父女脸同甘共苦相依为命 我们的感情比任何人都要来得深厚 所以不管你是谁生的 爹都一样疼你 永远爱你 你该不会怪爹那天口眉遮拦 说了一些不认你的话吧 当然不会了 我要是生气 怎么还会叫你爹呢 我跟李府国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以后我跟他就是陌生人了 灵儿 你当真是这么想 嗯 俗话说生不及养大 更何况我跟李府国根本就没有感情 他的所作所为实在太可耻了 我是绝不会任他做爹的 嗯 玉玲 娘 我知道琴琴是不能割断的 但是我真的不想叫他爹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对对对对对 当然不提 当然不提 有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嘛 对不对啊 好 玉玲 你看你爹怎么还是这么笨 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的意思是 这应该叫做什么 密而不宣 对不对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密而不宣 密而不宣 这招为什么练不成呢 就是啊 我们的剑招和运进心法都没有错 为什么一点威力都没有 我怎么会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已经知道原因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你们两个人根本达不到生死相许的地方 要知道 生死相许是男女之间情爱最高境界 这里面包含了人世间最深的爱情和感情 可是以你们目前的心情来说 根本达不到这个境界 还有一点 认真讲起来 虽然你们之间有爱情 但缺少一份坚定不移的感情 袁儿啊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东西 你怎么越说我越迷糊也就越听不懂的呢 如果你说 明慧跟玉玲没有你说的那种感情的话 那他们怎么可能把前面三个层次的剑法练得那么好 有那么大的威力呢 因为他们之间有感情 但是却不属于爱情感情 那是他们从小到大 培养出来的深厚友情 由于明根跟明恩的死 将这段友情给激发出来 所以才能够度过无猜无疑和相亲相爱的考验 但是基本上爱情跟友情是属于不同的层次 所以到了情深义重的时候 就显得似是而非了 明慧 玉玲 我说的对不对 而且你们也知道 其实两个人之间 最大的争结还是在于小兰 虽然你们两个人 拼命的想要忘掉小兰的事 但是 小兰却像挥不去的梦魇一样 永远在你们的心中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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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怎么办 那岂不是玉玲跟明慧 这一辈子都练不好 玉玲双修临修建法了吗 玉玲 我有办法让他们练好 你有什么办法 我要他们两成亲 成亲 是 只要他们两成亲 以夫妻的名分来安定心情 那明慧 就能够彻底的把小兰却忘记 而玉玲 可以去掉心里患得患失的猜疑 假以时日的话 就可以练出生死相许的技法 玉玲 玉玲 爹是里里外外前前后找了你大半天 原来你在这儿 快看看 快看看 这是什么 漂亮吧 这副耳环 可是我跟你娘压箱底的宝贝 我这翻箱倒柜找了老半天 好不容易才把它找出来 看看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 是啊 这副耳环可能是饰样老了一点 不过你可不要小看它 这可是当年爹送你娘的定情之物 爹知道你现在要跟明慧成亲了 爹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送给你的 爹可以割按把这个耳环送给你 爹 不要推辞了 快把耳环戴上给爹瞧瞧 来来来 爹 我现在哪有心情戴什么耳环呢 婚姻大事 怎么可以这样草率决定 还是再给我一点时间考虑清楚 玉环啊 爹知道 在这个时候 让你跟明慧成亲 是为难你了 可是为了要让你跟明慧能够专心 心无旁骛的练成玉女双修灵蚀剑法 这也是迫不得已的嘛 可是在明慧心里想的是小兰啊 我们两个人只是手足之情 就算真的成了亲也不可能心灵相通 这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 听爹的话爹是过来人 爹相信这男女之间呢 一定是日久生情的 而且你跟明慧从小一起长大 是青梅竹马嘛 对不对 爹相信明慧一定会忘掉明星的 总有一天 那是哪一天呢 等到我们白发苍苍 齿牙动摇 还是等到下辈子 那怎么行呢 要是等到那一天 李府国那狗贼早就改朝换代了 我说我的好女儿 你就别再任性了嘛 这件事你就委屈一点 委屈一点 是 委屈你一点 谁叫我们身处在这个乱世里面 为了大唐江山 为了天下设计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对不对 你干脆叫我去壮烈成人算了 怎么会壮烈成人呢 只要你跟明慧把玉女双修灵区剑法练好 不会壮烈成人的 婚姻是人生大事 岂可儿戏呢 玉玲啊 爹好好劝你你不听 那我告诉你 婚姻大事自有父母做主 你不嫁也不行 你再这样逼我 我就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 又要离家出走 好啊 你走啊 怎么啊 你长大了 翅膀硬了 会飞了 连爹 我的话 你都不听了 你们俩父女又为什么事情斗嘴了 哎呦 圆儿啊 这一次啊 我跟玉玲的冤仇啊可结大了 来来来来 你来评评理 现在啊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左左右 都在为着她跟明慧的婚礼在忙着 你猜怎么着 她居然要反悔 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你 是你逼我的 你没说话 就表示默认了 有什么话慢慢说 那么大声 大声小声都是一样的了 走开 玉玲啊 我告诉你 这件婚事就这么定了 等你跟明慧的婚事办完之后 你就安安心心的给我去练剑 练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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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满脑子想的通通都是保皇位国 你又没有为我的幸福想过 我怎么想才重要 我知道 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 你就想随随便便的帮我嫁掉 你说什么 那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想结婚那就算了 我现在就你通知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的人 全都不要忙了 还忙什么呢 秦山 秦山 糟了 我怎么会冒出那句话来呢 娘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真是口没遮来 爹一定难过死了 吵架本来就没什么好话说嘛 本来说着无意 听着有心 娘 求求你 请爹回来 让我跟他陪个不是 你爹那边我会去劝他 可是我想先知道 到底为什么原因 你不肯答应跟金云结婚 既然小兰已经便捷头笑削娇了 这件事情对金云的打击很大 如果不是因为爱莫大鱼心死 金云她也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 你说是不是 明慧是不是真的心死了 只有她自己知道 说不定她只想借着澄清 忘掉小兰而已 你想到这里 我心里就觉得很难过 我不应该把一生的幸福 交付给明慧 你越是害怕 就越不敢面对现实啊 就永远不能打破 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僵局 其实这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让你重新开始啊 你知道吗 因缘是天注定的 既然小兰跟金云她们有缘无分 而你跟金云马上就要拜堂了 那么为什么还要临阵退缩呢 对吧 这样才是爹的乖女儿 元儿 刚才我也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的嘴巴很笨 再加上好久没喝酒了 我一急就越讲不出来 越是词不达意了 还是你行 只要三言两语就把她给说服了 爹 刚才我 好了 爹听见了 爹听见你要你娘 带你向我道歉 爹也知道你是一时情急嘴快 同言无忌 对不对 再说爹是个出家人 不着余相 所以你是不是爹亲生的一点也不重要 爹 爹 你呀 就是这么会撒娇 爹 爹 爹 别叫了 爹的骨头就让你喊酥敲酥了 好了 你们父亲俩别再玩了 赶快继续看看有什么好帮忙的 对 我们赶快去通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的人 忙你们的浑事 走走走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也相信 只要玉琳跟明慧能够成亲 那练玉女双修临须剑法的心结 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玉琳 明慧 爹就在这里祝福你们了 虽然你们两个在感情的路途上历经了不少的波折 但是现在总算是波云渐日 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刘元师叔 真不好意思 弟子让您操心了 明慧 你真是厌不不浅 没想到你把我们心目中的女神给取走了 我们好羡慕 岂止羡慕 我知道了 我们这几个师兄里头 求你最喜欢玉琳姐姐了 现在明慧哥哥玉琳姐要成亲了 心里可就酸酸的了 我没有 你还说没有 要不然我把以前你怎么喜欢玉琳姐姐的话说出来 小狗 小狗 你这个混小子 又曾经欺负小狗了 明明是你自己羡慕名慧 心里头酸溜溜的还不承认 是啊 酸溜溜的 师叔 我 我什么我 难道师叔我还会冤枉你 是啊 我说得不错吧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乌鸦配凤凰 约领一朵鲜花插在牛纹上了 臭小子 我说的没错吧 好了 既然大家没意见 我想选个黄到吉日 让明慧跟玉琳早点成亲 我看不用那么麻烦了 大伙都是江湖儿女 也不必顾虑那么多凡人的礼俗 我看不如就选在这个月的十五 让玉琳跟明慧成亲 博个月圆人圆的好彩头 明慧 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 没有 玉琳 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一切都由店家做主就好了 太好了 爹 你也不问问我 我有什么意见 你这小鬼会有什么意见 我很烦 你烦什么 明慧哥哥 跟玉琳姐姐成亲那天 我是叫明慧哥哥姐夫 还是叫玉琳姐姐大嫂 我都搞不清楚 真烦 好 撤着 脸 他明慧这小子 明天就要跟玉琳成亲了 现在心里面居然还敢想着别人 看来我非得替玉玲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不可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啊 明星 你不要走啊 你请问不要走啊 明星 不要走啊 小蓝 是你吗 不要走啊 明星 不要走啊 怎么样 你很吃饱对不对 你这臭小子 居然还想着明星 你有没有想过你明天就要跟玉玲成心了 你这样对了几玉玲吗 我没有 你还说没有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肚子里面有几条蛔虫 我会不知道吗 好 我跟你老实说吧 我是想着小蓝 但是 你果然承认了 我去告诉玉玲 你先不要这样做好不好 你听我把话说完吧 好 我倒要听看看你有什么话好说的 我是想着小蓝 但是 我想从基业起 就彻底的把她忘掉 以后 我再也跟她没有瓜葛了 你骗谁呀 谁会相信你这么幼稚的谎言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相信 你相信她 我相信明慧说的话 因为如果换成是我 此时此刻 我也会想念小蓝 玉玲 你那么善良 那么好骗 你真的让爱情冲昏了头了 失去理智 相信她的话 还帮她说话 我不是失去理智 我也不是帮她说话 而是因为我了解明慧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重感情 又念旧的人 不愿意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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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夫妻高兴就好了 我 我早就知道 你们两个要成亲了 但是为什么我 心里面老觉得酸酸的 不好了 不好了 相告 明慧哥 玉玲玲姐 不好了 你们两个人 里面的大批人马 攻过来了 玉玲玲的武功确实已经到了金氏派俗的地 这里就交给她 我们去救小姐 你们这是什么剑法 这就是专门对付你的玉玲双修剑法 明慧玉玲 不要跟她客气 上 哥 大哥 妹妹 您没事吧 把门打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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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拖鞋 雪佛 哥哥今天让你大开眼界 要让所有少林弟子 全数死在哥哥手中 来 过去跟我看看 少主 少主 这什么回事 这个日明双修剑 是咱们对付蓝前辈的魂帝成功 看来蓝前辈是怎么做了 天下居然有此剑法 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赵如 我们既然已经救了小姐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 我看我们还是站退吧 好 先护送小姐走 是 大哥 走啊 快 蓝前辈 不要再练战了 我们先退 要不愧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吧 自从沐仙子搬到我手中之后 我以为天下再没有离手 没想要是愿碰到第五剑法 今天要好好跟你斗一斗 前辈 快走 我们走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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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玲 爹 娘 玉玲 你放手 玉玲 放开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是叫我放开你吗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 因为我也想叫你出我的话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刚才那个玉女双胸灵虚剑法 是怎么学的 你是不是可以教我 要是你肯教我的话 我可以扮你为师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现在就扮你为师 师父在上 请说小偷一拜 怎么样 爹上你不能相信了吧 快起来 那你是肯教我了 不是的 那爹老爷怎么样才肯教我 不是我不肯教你 这种武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学 你胡说 我现在武功是天下的第一了 我平天下还有哪样武功我会不会呢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不肯教我的话 我就一等劈了你 前辈 前辈 你又何必心急呢 怎么 难得你有什么办法 必须说出这门剑法的秘密 我当然有办法 蓝前辈 不只你对他剑法好奇 连我对他的剑法也感到轻压 所以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逼他说出剑法的秘密 带他回来我月宝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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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深 他们怎么办 幸亏四大金刚内力深厚 战时护入了心脉 要不然中的蓝钢的掌力换做任何人早就没命了 四大金刚几个暂时没事了 可是我担心玉灵 玉灵落在蓝钢手中 这恐怕 恐怕是凶多吉少 你在胡说些什么 你说这话 简直是咒玉灵死吧 我告诉你 我们家玉灵人好 心里又善良 怎么会凶多吉少呢 他肯定没事 绝对没事 保证没事 没事 秦深 你怎么这么对待联会 他也是担心玉灵 担心玉灵就不能说些好听的 我也担心 可是我 我担心玉灵 我 玉灵 爹 真的是好担心 他们回来了 小叔 怎么样 什么事 小叔 小狗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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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干什么 师叔 你听清楚没有 他是说我们家小狗不见了 是我们家的小狗不见了 是 他会上哪儿去呢 糟糕 他们警戒这么丧严 我该怎么会进去呢 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这位大哥 我是来送货的 送货的 为什么以前都没看过你 是这样的 我娘的生病 过病在床 今天我替他来送点货 送到厨房 好 快去快回啊 谢谢大哥 开盘 谢谢 谢谢 我刚才邵主回报 叫我们要小心巡视 千万别让精细混进来 是啊 要是不仔细搜查清楚 会掉脑袋的 是 啊 什么人 好 殿下 小狗 玉林姑娘 你还是坦白的说出玉女双修灵驱剑法秘密 我是念在你是一介女子 不想对你用心 你要是在虚言堂塞的话 就别怪我言行逼供 睡觉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说的 即使我说了玉女双修灵驱剑法的秘密 又岂是你的鼠背能懂的 可恶 什么 小兰已经反叛少林 投靠薛焦了 是啊 他还跟他爹杀了我们好多少林弟子 好 原来他都是在骗我 都是在骗我 我是怎么了 那鬼灵的心窍 我就会如此信他 对他言丁计从 可恶 殿下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他 你要冷静一点 你的房子还都要学得手下把手 你怎么能出了去 更何况 你要是出去了 明星姐姐根本想随心骗你 他又怎么可能跟你说个明白呢 我真是个傻瓜 我真是个傻瓜 我真该死 殿下 你不要自责 你现在已经知道他是骗你的 今后你就不要再相信他的话了 我当然以后不会再相信他任何的鬼话 他真的把我骗得好惨 殿下 你可知道冷月宝的地牢在什么地方 地牢 这是最简单最古老的心法 但是对你是最有用的 你想想 要是把这块烙铁印在你冰青玉洁的皮肤上 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你 我只要轻轻在你脸上一摁 你的花容月貌就消失不见了 你想想 我那个明慧师弟 他还会爱你 你卑鄙 你下流 我是下流 我是下流 哥 什么事 蔡州 紫州 润州 夏州的节肚使到了 到了 他们真的来了 哥 这几周的节肚使正时候来找你做什么 这难怪你不知道 这正是你在被关的这段时间 所策划的大计划 想请我再慢慢的告诉你 嗯 路遥马列 在 你们快准备上好的宴席款待他们 千万别怠慢了贵宾 是 约瑞姑娘 等我办完了正事 再来好好地伺候你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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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 你看看 这好像是小狗留下来的同志 小狗跟玉林去冷月宝了 走 快走 這是殿下替我畫的地圖 標明地牢的位置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小弟薛嬌各位遠道人來有失願贏 真是失敬失敬 薛嬌主嚴重了 蔡州劉承意 潤州李傳元 新州陽初 下州李平云 拜見薛嬌主 四位請坐 請坐 謝嬌主 四位太客氣了 在下備了些水酒 待會特為四位洗塵 這酒待會再喝也不遲 趕快薛嬌主 這太子殿下是否真在保內 這等天大的事 我怎麼敢欺騙各位呢 我想各位遠道而來 一定是接獲了殿下親筆趙書 才匆匆趕來 這時我也正叫人請殿下 往遺情殿移去 待會各位見過了殿下 就知道我所言不虛了 好 只要殿下真的在此 而且正如趙書所說 離府國遺甲亂陣 擾亂朝鋼 那我們四周的兵馬 一定都聽薛嬌主的調動 共同秦翁儲見 好 就請四位一家移情殿 請 多謝薛嬌主 各位請跟我來 大哥 請等一下 是不是 請問李玉為什麼現在會那麼聽你 這自然是你個個神通廣大的地方 他更不知道 等我這次利用他以後 我就會把他殺了 小姐到 你來了 我倒要聽聽 你怎麼跟我解釋 殿下 不必了 怎麼了 你怎麼了 殿下 你到底為什麼是生氣 我是個階下球 又是個井底之蛙 還是個大傻瓜 我有什麼資格好生氣的 殿下 問你 你今天來 是不是要我按照你的意思 去告訴那些傑渡士代表你 說薛嬌是個忠心護主的大忠臣嗎 殿下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因為我這麼久沒有來看你 所以才生我的氣 其實殿下 你應該體諒我嗎 我生在虎穴 處處不變 怎麼可以實時來拜望您 只要殿下再聽我的話 去看那些傑渡士見個面 這樣我就可以得到薛嬌大力的支持 我不但可以救你脫險 還可以將薛嬌的勢力全部一網打盡 你到現在還想騙我 好 我問你 如果你真是來臥底的 那少林寺的犧牲也未免太大了 他們居然會為了讓你得到薛嬌的信任 讓明根明恩死在你爹的手中 甚至差點讓所有的少林門人 競數弊命在你爹的手中 我問你 這系列上會有這麼笨的人嗎 會相信你說的話 你 你這聽誰說的 你不要管我是聽誰說的 小白 你真的是枉費了我對你的一片痴心 我才會蒙蔽了我自己的理智 完完全全的去相信你說的每一句話 你說你的良心何在 你對得起我嗎 你 我 既然你已經知道底了 我就跟你攤開來說吧 沒錯 以前的種種都是我在騙你的 甚至包括我對你的感情 怎麼樣 你知道了吧 可惜你知道的未免太晚了 薛教已經借著你的力量 統合了所有的武林人 甚至全國有一半以上的節度使 已將兵權交給了薛教了 只要再加上今天來了這位四位節度使 薛教就可以歷史起義 揮一軍長安 掃平李府國的勢力 順順當當的做皇帝了 你做夢 是不是做夢 你大時候就知道了 我知道一向情願 不住青春 沒有人心疼 這一生註定是你的女人 是不是做夢 你到時候就知道了 你現在到底去不去 我不去 就算你殺了我 我還是不去 好 那我就成全你 是我了 好 你們還不去看看 是 走 下 快走 好 不要跑 下 進去 好 快走 跟我來 薛鳳 李玉這狗仔已經知道我們的真相 它不會再是我們的利用 我們快連手殺了它 以免將來耗壞無窮 薛鳳 你到底幹什麼 好 原來你仍然下了李玉 所以不忍他死 可是你知道你這麼做 你更會饒過你嗎 好 算你狠 師父 你這是何苦 剛才她的話 你都聽到了 要搶活命的話 趕快跟我走 等一趟 你又想幹什麼 我要救我姐姐呢 好 我們先請去這玉林 我只管你的安慰 別人的生死我不管 我們現在要不趁你們出去 一會兒出去 就會比登天還難 不 師父 我們還是先救玉林吧 這 好 跟我走 走 各位節度時請 薛保主請 請 薛保主 這喧嘩聲越來越大 而且殿下也遲遲不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啊 到底怎麼一回事 這 剛才社妹已經去看個究竟 相信不久殿下就會來了 哎呦 哎呀 托死我了 小蘭 你怎麼了 殿下呢 爹 你還問我怎麼了 都是一個寶貝妹妹 薛保砍了我一見還不說 還把殿下給帶走了 哎呦 托死我了 這個死丫頭 不好了 不好了 校主忘了 什麼事 少林寺的兩院大學 帶來大批少林寺弟子 公金寶你們來了 趕快去救玉琳 走 趕快去救玉琳 好 玉琳 玉琳 玉琳姐姐 鑰匙在她身上 快 來開門 這怎麼回事 姐 現在時間緊迫 先出去再說 走 讓我來 玉琳 快點 快來 玉琳 你帶著殿下先走 我們先路就發 好 我們等你 走 爹 玉琳 爹 玉琳 玉琳 你平安無事太好了 是啊 小狗 你怎麼可以這麼膽大妄為的 還說呢 這次要不是小狗的膽大妄為 我們也不可能那麼順利就救出玉琳了 你這小鬼還真是立了大股一劍 爹 薛鳳那是殿下 話力不好了 大家快退 快 可是殿下跟薛鳳呢 現在沒有時間管那麼多了 既然薛鳥那麼長的時間沒有殺殿下 即便是現在抓到了殿下 他也不會殺他的 何況薛鳳是薛嬌的妹妹 他就更不會殺他了 大家還是快退在手上 走 想走 簡直吃人做夢 來人啊 拿下他 是 怎麼了 殿下跟小狗從這邊跑 追 是 殿下 殿下 我沒事 這是我在無意間發現的秘密通報 這個地方已經拖出冷月堡的範圍了 我們安全了 你怎麼做的呢 謝謝你 謝謝 想不到我背叛了我哥哥 貌似救你出來 做得到的 這只是一句謝謝而已 那 那你到底要我怎麼感謝你呢 你 我也知道 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強的 你愛的人 再怎麼樣對你不好 你都會愛你 你不愛的人 他怎麼要對你好 你還是不會愛他 殿下 我說你對嗎 這 所以我說算了 你走 我走 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分開嗎 那你要去哪裡呢 現在我跟我哥哥反目 你說我能夠上哪裡去的 這 雪姑娘 乾脆你跟我一起去找了原師父他們 我才從他們那邊偷寫出來沒幾天 你難道要讓我在自投羅網嗎 現在情形已經不一樣了 他們要是知道你已經棄暗投明了 他們一定會張開雙臂來歡迎你 可是我不歡迎他們 雪姑娘 我是邪魔歪道出手 醫生註定要和明門正派作對 你現在要我改做明門正派 我可做不來 雪姑娘 你這又是何苦 殿下 你不用再勸我 你就讓我保持一點心魔歪道的自尊 我走了 雪姑娘 雪姑娘 殿下 殿下 你要不要急 你痛不痛 我 好 好啊 你真壞竟然敢戲弄我 討厭了 你壞死了 雪姑 我要去不這樣 你怎麼會回來 殿下 小心 殿下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你怎麼總是這樣喬著人 可惡 為什麼要背叛我 周主 周主 找到我妹和李玉明 沒有 放手 你們全都是一群翻頭 你說 我妹為什麼要背叛我 為什麼要背叛我 為什麼 我知道一向情願不住青春 沒有人心疼 這一生註定是你的女人 怎麼會這樣 小狗 這都要怪你 用人不早說 是薛嬌要殺殿下 薛凤才救殿下走的 這 我 你呀你 這世界也變得太快了吧 剛才才救我老爺 現在就要打屁股了 你說什麼 沒有 我是說剛才我們走得太急 沒來得及說清楚吧 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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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殿下跟薛凤真讓薛嬌給逮著了 那且不是我害了他們的性命嗎 我要是早知道詳細的情形 我就是拼了這條老命 也要救他們脫險 氣死我了 你別生那麼氣了 先喝杯茶 他們已經出去打通消息了 可能很快就有消息 明慧 他們回來了 明慧回來了 明慧 你們有沒有打聽到殿下的下落 我們剛才又去了一趟冷月不好 趁他們不備之時 我們抓了一名保定 從他的口中得知 薛嬌現在並沒有抓到殿下和薛凤 沒有抓到殿下和薛凤 是啊 那太好了 太好了 不過是說 不過什麼 薛嬌現在正在招兵買馬 他要趁李府國身受重傷 又不在京城之時 一舉發兵攻下長安 此話當真 當真 果然 果然 不假 薛嬌 這小子 沒想到他的遇叛能力居然如此之快 他竟然無法再利用殿下 那就只好立即起事 讓大夥來個措手不及 秦山 我們也趕快趕往長安 在薛嬌還沒到之前 先攻下長安城 對呀 娘說的對 對 咱們也趕快長安 攻下長安城 對 攻下長安城 攻下長安城 你醒了 殿下 您怎麼 我是怕你冷了 所以才給你蓋上 您趕快把衣服穿上 免得著涼 好 好 殿下 我們要不要在這休息一會兒 好 在這邊休息一下 殿下 要不要我去給你找點吃的東西 我不餓 不用了 怎麼了 殿下 行 咬了我一個 是毒蛇 毒蛇 這可怎麼辦呢 這可怎麼辦呢 這 這蛇毒好厲害 我已經開始有點頭昏了 學父 你 你願意這樣救我 我有你這樣的紅粉之氣 我李玉 真是死而無憾了 你對我 殿下 真是太好了 殿下 你不要這麼說 你會沒事的 殿下 我 我不行了 你怎麼了 殿下 我逃不回 殿下 殿下 你醒醒啊 殿下 你不能死啊 你千萬不能死啊 殿下 殿下 你醒了 你沒事吧 怎麼樣 我 我 我大概沒事了 您真的沒事了 那就好 剛才我聽你敷了草藥 這草藥還真管用 我害怕 我還擔心你醒不了 為了這 我還大哭了一場 你又為我大哭了一場 你 人家是擔心你嗎 你還取笑人家 封妹妹 殿下 你叫我什麼 我叫你封妹妹 殿下 封妹妹 我知道 你對我情深义重 你還三番兩次的舍命救我 我就算是個石頭 也會被你的深情所感動 更何況 我還是個活生生的人 方才 在我昏睡之際 我惡夢淋漓 我覺得我自己好無助啊 好悲傷啊 是我禮遇無能 才會令玄宿二聖盟臣 也是因為我聽信奸人所言 才會讓少林弟子跟諸多朋友 死傷慘重 會想這種種 我實在不想再活下去了 可是 你提醒了我 你給了我勇氣 你關心我 是你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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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我從那萬惡的深淵給救出來 你怎麼知道 殿下 你怎麼知道我剛才心裡一直這樣叫著你 剛才我還擔心你就此死去 所以 殿下 我知道 我知道 鳳妹妹 我都知道 殿下 我都知道 你怎麼知道 一向青夜 不住青春 沒有人心疼 這一生 注定是 你的女人 你怎麼知道 你的女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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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 我都知道了 殿下 我哥哥带了这么多人到底要去哪里呢 凤妹妹 凤妹妹 你到底怎么了 你骗我 刚才你跟我说的话根本都是在骗我 凤妹妹 我骗了你什么 你根本忘不了小亮对不对 我 凤妹妹 我承认我是忘不了她 可是我对她已经完全死心了 我不相信 凤妹妹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你应该明白 感情的事 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智来衡量 我承认 我从前对她用情很深 所以我一时之间还是忘不了她 但是她却对我心很虚情 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了 我怎么能不对她死心呢 那你下次见到她 你会不会杀了她 我 杀了她 怎么 你又舍不得了 我不是舍不得 只是 好了 你不用再解释 不是舍不得就好 我一定要想让你彻底忘了她 对她完全死心 凤妹妹 你要去哪里 凤妹 你明知道岁云无情 宁愿青春不长久 若是你想要走我不该留 是我爱的太多 还是我习惯了灯火 爱上你这一路 我有好多话想说 我多渴望牵你的手 共度今生到满手 只有你能给我幸福快乐 你却不相信我 宁愿选择面对寂寞 难道说 我的只是一种错 我知道一向情愿 向你爱你 是我太认真 偏偏我相信自己 相信缘分 情愿为你的 我知道 跟全力 你怎样 我觉得